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一九九零年林強的 鄉前驚 台語歌走出了悲情苦悶 時空轉移 二十年 最近有一首歌曲名叫做 台北怎麼都沒有人了 他唱出了這個階段 臺灣音樂的新起點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兩位金曲獎得主 非常榮幸 今天棚內星光閃閃 謝平佑 老師你好 大家好 建偉 你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真的星光閃閃 兩位前後任金曲獎得主 而且是師徒的關係 我們今天其實棚內有一位高雄代表 有一位台南代表 可不可以談一下當年 你是為什麼會想要到台北來 那個時候想要做音樂 想要學習做音樂 然後最主要是想當歌手 想唱歌 你那時候剛上台北的時候是想唱歌 那是大概幾年前 那個時候是2000年的時候 但是我知道你是去年才發第一張專輯 對 熬了14年 14年 中間加上一年多當兵 對 就整個加起來差不多14年的時間 老師14年初第一張專輯這樣算是熬很久 很悲慘 算很悲慘 沒有熬那麼久 所以你當年上台北是想要當歌手 後來是 為什麼會轉去幕後呢 後來上了台北 然後進了唱片公司 就大俊老師跟Miel哥的那個時候的公司 然後當助理 然後就看到很多 厲害的前輩跟厲害的歌手 然後我發現我自己的能力 其實不如這些前輩這麼好 然後也沒有什麼 可以發片的機會 所以那個時候就想說 那我還是先把音樂底子先學好 然後再自己找機會發行這樣 所以你那個時候上來 剛上來台北的時候會彈吉他 會作曲嗎 不會 就那個時候什麼都不會 真的 就是愛唱歌而已 然後覺得對音樂很有興趣 那時候家裡面的人很贊成嗎 不贊成 他們 因為我那時候是高中畢業 然後考了一個台北的二專的學校 那我那時候就不填南部的志願 說什麼就要上來就是了 我就只填北部的志願 然後我跟我爸說 我考中了可是在北部這樣 然後我爸也就說 好吧 那你就只能去讀 既然考到學校了 那我就上來 其實上來的目的是行讀書之名 然後走那個音樂之石 老師你那時候聽到他的志願 是想要當歌手 你有什麼反應 我是覺得那時候他的聲音 你現在再嫩一點點 那對我來講是一個極佳的時機 先不管有沒有自己寫歌 或者製作 就單單一個歌手而言 我覺得那個時候他的聲音是具備的 對 沒有說一個歌手要準備多久才能夠 那是老天給你的禮物 要趁早利用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蠻希望他趕快做 因為我覺得在流行音樂裡面 你要先搶位置 搶到了以後有什麼理想再說 先搶那個位置 對 你先讓大家認識你了 對 好 我們剛剛聊到那個 這首歌其實也還蠻可以反映你的 那個時候的想法嗎 他其實是我在臺北這十幾年的感受 前段寫的是人口外移 也是從鄉鎮移到臺北 對 然後後段寫的也是人口外移 是從臺北移到全世界的各地 尤其是中國去 其實我看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想到林強 我們剛剛聊到林強那首歌 鄉前行 鄉前行在小時候聽的時候 對臺北有一個很美好的期望 就是因為他裡面說 我要去台北打拼 聽人家說什麼好看都在那裡 對 所以高中一畢業 我就已經等不及讀完 還要該讀什麼 我就要上臺北 就是去感受這個環境 然後上來了之後 我一開始剛剛好是唱片產業 要下滑的時候 就從我進唱片公司 兩千年的時候 就一路狂跌 狂跌到一個很 就到現在還是在一個谷底 以唱片來說 當然現在娛樂產業 整個音樂產業已經轉型了 對 那那個時候我覺得 那時候隨便都可以賣幾百萬張 對 然後再看到 再看到現在漸漸走到 越來越多歌手 必須靠去中國唱演 然後把國際唱片 把資金整個從這邊拔起 然後放到那邊去 那後來有一個很深的感受 就是你們怎麼都過去了 那這邊怎麼辦 就是這個餵養你們的地方 難不到大家不應該 更放一些心力在這裡 其實我們剛剛有跟 憲明佑老師聊到 其實歌曲裡面也是有傳承 對不對 一定有 不管是林翔講 羅大葉的陸崗小鎮 那種電影裡面 講到了陸崗小鎮 對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又沒有霓虹燈 對 羅大葉用一種比較批判的 說人口外移得這麼嚴重 大家期待台北 那個意義在哪裡 你們把家商的位置放在哪裡 對 那個時候羅大葉是這樣子 對 然後林翔是很有衝勁的 想要去完成自己的夢想的寫法 對 他說 聽人說台北不是我的家 對 但是我一點都沒有感覺 對 所以 他寫的是 現象 因為台灣那個每個時期都不一樣 所以是剛好三代的人 講了三種不一樣的台灣狀況 對 然後我也覺得 這是一個創作人 其實應該要表現出來的態度 就是你看到什麼了 你感受到什麼了 你就把它放到你的作品裡面 那安瑋這一張就有讓我很 尤其是這首歌 很清楚地感受到 一個年輕人看到 台灣現在音樂的 或者是生活上的 社會上的困境 其實是整個台灣的縮影 其實是音樂圈 很多的產業都是這樣的 那對我們來講 那個困境 我們不是要去突破它 而是我把它寫出來 大家怎麼看它 對 可是其實這首歌到了後面 其實還是滿勵志的 對 其實因為我後面唱 都沒有人 我們就夠最厲害了 我們南部人 台灣人常常會講說 就是比較本土一點的 對 比如說我發一張唱片 可能有朋友要諷刺我 我就說 你要發唱片 都沒有人 都沒有人就夠最厲害了 所以我唱片 所以我會覺得 我還是希望用正面一點的角度去看 因為別人不做 我們還能做 我們還在這裡 沒錯 所以我們剛剛聊到 《鄉前驚》這首歌 劍偉其實也有自己詮釋 鄉前驚的方法 比較鄉村的版本 我覺得鄉前驚這件事情 在追求理想上面不用 在現在這個環境 不用看得這麼重 我覺得可以用輕鬆一點 放大一點在鄉村很有人生觀 我常常看那個感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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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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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